那这里大家可以先打开一下自己的这份单一T检定的GEMOBI档案 你们看一下 这个关于我这边不管你要做什么样的推论统计 首先都是要先做一个描述统计 不管这个描述统计是画出表格还是画出图 它主要是让你能够对这个资料要分析的问题具体的呈现 那根据这个电子 那这个我们可以直接用它的原始分数 就是说这20位学生的统计学的成绩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描述统计 有它的平均值跟标准差等等 那这个依照电子书作者设计这个作业的目的 是要我们去分析 这20位学生的平均成绩 有没有显著高于67.5分 这就是它的研究假设 所以这个就单一T检定可以去解决的研究问题 任何问题你要先有确定它的研究假设是什么 OK 这这里面应该要注记一下 要先记记着 那接着我们才能够知道 不管你用哪一种分析模组 就是要去将它转换成可以分析的统计假设 那我这里下面示范的就是线性模型的版本 那我把它转换成的统计假设是这样 Discord 然后拮据是1的回归式的线性模式 因为你们可以看 就只要看它 看这个你们可以打开它的设定选单 看一变相跟共变相 或者是这个因子是放什么 就可以知道这个线性模式应该要放进去 那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Discord 你们就要看这个资料表里面了 因为原来电子书所提供的范例 只有前面这两个栏位 那后面Discord开始这个是我另外加的 那个Discord很明显 它是个计算变数 计算变相 它其实就是原来的这个X减掉75 这是每个学生跟这个67.5的差异 这也是那个T检定 我主要要去那个要去检验的那个统计假设 每个学生的成绩是不是不同于67.5 OK 那这个拮据一是为了让这个线性回归的分析模组能够发挥作用 我才给它加上去 OK 好 所以它这里其实就是一个 它的回归式就这样 就是Discord 就是E变相是这个跟假设分数的差异值 然后它的拮据是E的回归式 这个也是回归式 因为你也可以在三部图中画出来 当然这个 但是我是很想要画给大家看 但是Jemovi的这个部分的画图功能 没有强大到能够把这个拮据1给画出来 不信你们自己去试试看 因为它里面就好像就有一个功能 是可以 我记得对 就是 好像是那个model 这边 这这里 你们可以去试试看 就是去画出它的图 它的图只会 只会画出一个很简单的点出来 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 可以代表这个线性模式的 好 不过这里你们可以去试试看 那如果说要画出来的话 我记得 我有试过 是可以画出一个点 就是说 用这个是Y轴 然后这个是X轴 简单 如果说是要画出来的话 它这个中间 它这个1这边还要再加一条线 水平线 才是它这个回归式的图 那它其他的点就是说 散布 垂直散布在这条回归线的上面跟下面 这个我要强调 这只有半层谱 所以我怎么样都画不出 那个用Jemobi 又没办法画出完整的线性模式 所以我才没有画 这跟你们补充一下 因为真正的它的回归就是说中间这个 1这边还要有一条水平线 它是正确的 那这个就是单1T减定的线性模式 要强调 你们应该没有在其他地方不会听过 就是说这里因为我有引入这个教程 所以我们可以 我们有这个东西让大家去认识它 它这个是单1T减定的线性模式 但是你要自己再加上一条1的水平线 它这边要等于的是0 这边应该是0 在0这边有一条水平线 OK那这里有个补充 你们呢可以在这个 上次在讲那个简单回归的时候 是不是有介绍到那个大R跟R² 我在这里预设的时候 我没有把这两个勾起来 我现在大家可以把这两个勾起来看看 有没有注意到 它这边这个R跟R²都是0 原因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回归线画出来是水平的 并且从这个散步图 你们大家也可以知道它是一个0相关 就是说这个X轴跟这个Discord Discord应该要画在这里 就是画在这个0的地方 因为它这边这是1了 它这个是一个0相关的状况 那这里我有补充 它是一个只有拮据的线性模式 然后你们可以 现在可以直接看 P减定就在这边 P减定就在这里 你只要就是在这个Model Coeficiency 其实也都不用点啦 它那个模型系数 你就只要 我这边我就有多点的一个信赖区间 因为这个信赖区间呢 是在很多报告的时候 你都要把它给写出来的 OK 然后你们认为呢 这一个T减定是双侧还是单侧减定 关键在于这里 它只能是双侧的 它只能双侧 而且它只能双侧的 因为关键在于说 我的回归式 我相当于就是说 只是去看这个 它在这边的这个H0 它就是相当于是 Intercept等于0 你注意看 它这边是写的这个是Intercept T减定这边做 到了这个线性模型 单一T减定 它其实它的H0就是变成性 就是说我这个差异的平均值 是不是等于 那我其实在这边就比较没 就没有办法 就只能够做的那个H1 就对立假设 只能够设定说 Intercept 这个有点难打出来 就是这样子 就是不等于0 就是双侧减定的这个对立假设 那么如果说要做单侧减定 就真的只能用那个T减定的这个模组才能够做 如果我们在用T减定的模组做之前 我们看一个地方 就是那个适用条件 就是这个P减定的适用条件